请问太守在吗 太守一大早就带人出门了 去迎接从长安来的郎中令大人了 郎中令大人来这里做什么 听说郎中令大人是来接从西域回来的张谦来的 现在衙门里没有人了 我家大人就是张谦大人 他现在病倒在集市中了 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在哪里 街上有一个人叫扎西 开了一间药铺 这是最好的郎中 扎西 张谦大人 张谦大人 您一路风尘辛苦 皇帝陛邀您到魏阳宫相见 张谦大人 张谦大人 修桥铺路也是一件功德事 这是怎么了 这是要起风暴吗 真是天有不色风云 是你 匈奴人 想不到吧 张谦 阿斯恰 是你 你们又见面了 我是不会让你回到长安的 这 阿斯恰 这是大汉的地界 你也敢来撒野 多年前 张谦从我的手里跑掉 现在他要凯旋回长安 不把他抓回去 我也没有办法向大蝉鱼交代 你怎么回事 好 都给我上 冲 冲 快 不过中国通商 对匈奴也有好处 不要说那些大道理 我只管执行命令抓人 兄弟们 上 阿斯恰 阿斯恰 你束手就擒吧 他们到哪里去了 连天也跟着晴了 快看远处 长安 那是什么地方 好美 长安城 海石蜃楼 长安 那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长安城 陛下 我终于回来了 大人的一片赤诚之心苍天可见 陛下 陛下 大汉的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位雄才大略的老人家 陛下确实雄才大略 治国有方 但是他可不是一个老人家 据说他比咱们大人还小八岁呢 陛下比张大人还要小八岁 张大人出使西域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那么陛下当年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少年英才 来 张大人 请 好 好 张大人 这是朝廷欢迎您的古月声音 快看 陛下来迎接您 陛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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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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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蘇西 原来是你救了我 大人 您突然病倒 把我们都杀坏了 幸亏 扎西哥也在这里 他给您服了药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大人您 如今总算是学有所成 没有辜负了 大人您当年对我的指导 好啊 谢谢你 扎希 你能把大汉的中医和瓦卡老人传你的安息医学融会贯通 也不枉你多年来四处游学的辛苦 张大人 是你们 能在这里见到大家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扎希你在这儿 找得我好辛苦 靖陆航 你们也在这儿 唐义父 我和胡琪也来看张大人 你怎么不和我们打招呼 这是眼里没有我们的 我是心里着急 一时没顾上 行了 我们原谅你了 大人 您醒了就好 我去找太守 想让他找最好的郎中 可是太守不在城内 有扎希在这里 太好了 张大人 您猜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是吗 我猜你们来瓜州是做生意的吧 张大人果然是我的知己 不过你们做生意的方式还是飞气十足 这是吓坏我了 那都是误会 是你 是你 我记起来了 你是当年娇和城里塔纳收养的那个小女孩 张大人 原来你还记得我 当年我把你和两个男孩托付给葡萄大叔 那位葡萄大叔他现在还好吗 大家都很好 我们用葡萄酿了美酒带来瓜州城卖 然后就遇到他们来捣乱了 你这小丫头真小心眼 大哥不说了是误会吗 夫妻 你们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人 就要和气经商 张大人放心 我静洛涵今天在此发下誓言 一定做个好商人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这么多人在这里见面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庆祝一下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到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你们来了 郎中令大人听到您病了便着急前来 不敢 张大人已经到了瓜州 是我的失察 到时郎中令大人听到您病了便着急前来 不敢 不敢 张千多谢郎中令大人关怀 郎中没来 倒来了一个郎中令 这郎中令是个什么官 可能是皇帝身边的大官 张大人远舍万里回到大汉 可谓劳苦功高 陛下一直在派人探听着您的消息 听说您取到瓜州 陛下特意派我来此迎接您回长安 陛下无论 陛下如此挂念着我 想不到陛下对我的眷顾 游胜于梦中 张大人 您可要保重身体 陛下说了 他还要派出更多的汉使 让您带领更庞大的使团 再一次出使西域 与更多更远的国家建立联系 我也想当汉使 我也是 你要是当了汉使想去哪里 唐纳姐 你还记得吗 更远的西边有个地方叫大秦 我要去比大秦还远的地方 皇帝陛下希望大汉的道路顺畅通往西域各国 丝绸之路贸易繁荣 瓜州为大郡 特赐瓜州改名为敦煌 以为盛大辉煌 张大人 张大人 和菜 马上 张大人 周大人 周大人 farewell 周大人 回来 久了 年轻大人 好 好 長大人 真跑 好 你快看 敬露寒和忽情忽图竟然也跳起舞来了 能话题为有 张天真是太了不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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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谦的历史事迹在史学上的记载 首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谦所著的史迹 司马谦用凿空评价张谦初始西域的功绩 此外 在《资质通建》《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延伸 今天我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就是这种沟通交流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 哥 你听了 这拖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来一直想撤不断 到今天 这拖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了 这拖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了 这拖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了